春节期间,休斯顿总领事李强明和夫人曾鸿燕走访慰问了97岁高龄的体坛布老松高如山老先生和已故知名乔领程静才一家 春节期间,休斯顿总领事李强明和夫人曾鸿燕走访慰问华人社区来到了晚清公益,看望97岁的高如山老先生 高如山曾被中国派往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退休后移民到美国与家人团聚 多年来,高老先生在美国德哥萨兹州和休斯顿等城市举办的老年乒乓球 竞走桥牌比赛项目中获得上百枚奖杯和奖牌,受到休斯顿历任市长的接见 和中国驻休斯顿历任总领事的嘉奖,其中还两度获得美国国会嘉奖 李总领事夫妇向高老先生祝贺新年,向他介绍中国的发展,祝老先生健康长寿 高老先生感谢李强明总领事前来看望,感谢祖籍国的关心,相信祖籍国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李强明来到已故桥林,成敬才之子成满一的家,了解其家庭情况 并赞扬成敬才生前为太极拳在美国的推广和休斯顿的桥社建设所做的贡献 成满一表示,继续致力于太极拳推广事业,为华人社区的发展和中美友好多做贡献 随后,李强明夫妇来到前山东同乡会会长,封建委医生家和众多社团领袖及华人华侨团拜 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有成 为加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出更大贡献 特约记者,玉伟,牧师,休斯顿报道